3月27日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一所基督教私立小学发生枪击案 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 其中3名是儿童 另有多人受伤送医 警方发言人表示 枪手先被确认为是一名28岁的纳什维尔夫女 她手持两把来福枪与一把手枪 在上午10点13分左右从侧门进入学校 并走到二楼开始射击 枪手在上午10点27分被警方击毙 作为预防 该地区的其他学校也已经进入封锁状态 但据信没有任何额外的威胁 纳什维尔警察局局长约翰·德雷克表示 初步调查表明枪手曾经是该学校的一名学生 但不知道他何时可能曾就读于该校 警方证实了三名儿童的身份 并已联系到他们的家人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下午就该事件发表讲话 并表示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此事 并再次呼吁国会通过他的袭击性武器禁令 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制止枪支暴力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3月26日发表声明 宣布第一公民银行达成收购硅谷骨银行的协议 第一公民银行将接手硅谷骨银行所有的存款和贷款 FDIC表示 硅谷银行的17家分行从27日开始作为第一公民银行的网点营业 硅谷过桥银行储户将自动成为第一公民银行的储户 第一公民银行因此承担的所有存款将继续由FDIC承报 直至达到保险限额 FDIC估计 硅谷银行倒闭给其他存款人保险基金带来的支出约为200亿美元 确切数额将在FDIC终止接管时确定 FDIC声明显示 截至3月10日 硅谷过桥银行的总资产约为1670亿美元 存款总额约为1190亿美元 此次交易包括了以165亿美元的折扣价收购 硅谷过桥银行约720亿美元的资产 约900亿美元的证券和其他资产将保留在破产管理中 由FDIC处置 此外 FDIC还获得了第一公民银行股份公司普通股的股权增值权 潜在价值为5亿美元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表示 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要求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已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战术和武器 外界视此举为对北约发出警告 俄罗斯和欧美的核对抗进一步升级 普京说 俄罗斯已经帮助白俄罗斯重新装备了10架能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 俄方还已将一定数量的可携带战术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转移到白俄罗斯 但他没有透露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具体时间 3月27日 德国机场、港口、铁路和地铁等公交系统的工作人员将举行大规模罢工 他们希望政府通过其加薪诉求以应对通货膨胀 德国各地的机场、公交车站和火车站陷入瘫痪 此次罢工将维持24小时 由威尔地工会和铁路运输工会领头 德国最大的两个机场、慕尼黑机场和法兰克福机场暂停了航班 德国铁路运营商Dutchbaum取消了长途铁路服务 而雇主们警告称 支付给交通系统员工更高的工资将导致消费者们面临更高的票价 他们指责劳工代表助长工资的螺旋上升 并表示这只会助长通货膨胀 而工会则表示 他们的成员被要求承担生活成本飙升的负担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3月27日下午 税团抵达上海并赴南京 中共中央台办上海市委有关负责人到机场迎接 据了解 马英九此次来大陆祭组、参访 并带领台湾青年学生前来交流 将到访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地 马英九此行是以私人身份访问大陆 但他毕竟是台湾地区首位访问大陆的卸任领导人 因此此次访问受到两岸以及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